由Android Legend Entertainment公司投资拍攝的电影《窘盗洛杉磯》 在好莱坞的拍攝已经完成 目前主创人员与华人媒体见面 分享拍摄中的精彩故事和花絮 请看报道 由华资公司投资拍摄的《窘盗洛杉磯》 在美国好莱坞的拍摄已经完成 日前设置组的主创人员在盛盖博与华人媒体见面 这部电影由秦家俊来监制 由勇夺27个奖项的电影《我们停战吧》的制作团队合作 邀请该片的导演陆天华出任导演 该片女主角由林希同担任 男主角由实力派影星艾伟担任 出资方Jennifer Wang也在该片中出演角色 总盗洛杉磯讲述的是一个事业感情失忆的女人 因一次洛杉磯的奇遇与怪诞男主角相遇 验声处错综复杂笑料百出的故事 最后女主角被人事感动重新找到自我 开启新的人生 我们香港的一个女孩子 她在这个爱情事业还有经济方面 当时很失落的时候 那么她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来到了AOA 那么到了AOA之后呢 由于这个生活文化方方面面的不一样 所以呢在这边呢就出现了很多种的一些事情 那么从这个慢慢的跟这个我们剧情当中呢 在这个洛杉磯的一些一些奇遇 那么让她呢真正感觉到了啊就是在这个人生方面 她又得到了一个提升 因此呢她这一次呢来到这边以后或者回到这个香港呢 她又真正的了解到了就说呢 其实很多事情呢都是要通过自己真正的体验以后 才会觉得这个包括爱情啊 包括这个亲情的这种珍贵 那么她也知道了一个年轻人是要怎么样去来面对社会 然后呢能够更好的在这个风风雨雨当中不断的成长 环球东方记者李宇冲 洛杉磯机采访报道